當戶主想專心在家工作時 不想被打擾的話 可以設為霧化玻璃 既可以保留私隱及私隱空間 很多戶主擁有自己的物業後 對設計都有一定的要求 不但要善用每一寸空間 還要設計高貴而不失大額 今次為大家介紹的單位是LP10的單位 單位面積486呎 設計以簡約風格為主 由於今次單位只有一對夫妻居住 所以Taste 設計團隊 都會用上很多大膽的設計 大門位置方面設置了小型的鞋櫃 掛勾功能 方便住戶坐下金門鞋 擺放手袋等等的個人物品 在客廳方面 為了給互主有更多收納空間 設計師設計了一個大型收納櫃 可以讓互主收納不同的家電或雜物 這個收納櫃的特別地方 就是可以收納一張隱形式開放餐桌 這樣的設計可以令客廳有更多活動空間 而為了提升客廳的空間感 書房改為半開放式 以大幅的玻璃作為間隔來增強空間感 而一幅玻璃特別之處在於 當戶主想專心在家工作時 不想被打擾的話 可以設為霧化玻璃 既可以保留私隱和私隱空間 而且在書房內還放了床 如果護主、朋友想在這裡留宿 都可以有床作為休息之勇 而簡約風格除了代表乾淨利落 沒有多餘的裝飾 同時好好利用空間環境線條都十分重要 簡約風設計大多以淺色與大地色為主 設計師利用了淺灰色泥水牆為房間特色牆 而為了提升整個空間的層次感 房間配上白色調子 加上柔和的滲光效果 令主人房間的空間更柔和、舒適 無論新樓還是舊居翻新 而你對我們的室內設計作品有興趣的話 歡迎進一步向我們品味空間 Taste Interior Design的設計顧問查詢 我們的室內設計顧問都想聽聽你所想 MINGTRA